來這邊 這邊 視線 你先好了 我是楊明威 那我在勇士裡面飾演的是杜維毅 那杜維毅這個角色呢 個性非常衝動 然後很好強 很挺朋友 那在裡面好像就是喜歡 那個 亞文 這樣 對啊 完畢了嗎 完畢完畢 我這次在那個戲裡面飾演的是一個女連長 然後她是 這次角色對我來講挑戰性滿大的 因為她是一個就是 結過婚然後有一個小孩 然後就是為了想當兵 然後就是跟婆婆之間還有一些為了孩子的誤會這樣子 所以當兵跟有孩子這兩件事情跟我的人生 目前為止是還搭不上關係 所以我就很怕 很怕沒有辦法把那個角色詮釋得很好 對 然後我之前就一直在想說 我應該要在家裡對著鏡子練習一下那個感覺 生小孩的感覺 不是生小孩 小孩已經生了 小孩已經生了 是那種對孩子的思念 那種媽媽的感覺 對 嗯 就我在裡面演的是一個 嬌嬌女 就是千金娜小姐 那我們三個人是 就是從小就玩在一起的好朋友 然後她喜歡我 我喜歡她 但是呢 因為她們兩個都要去念軍校 然後我就決定我也要去念軍校 就變成女軍官 所以進軍校之後個性就開始有轉變 然後就開始發現錢可能不能解決一切 也算是一種就是為了愛 什麼都可以犧牲的感覺 嗯 然後 比較緊張的一場戲應該是會 是剪頭髮的戲 因為念軍校要剪到這麼短髮 那我長頭髮已經好多年的時間了 就有一點緊張 而且是現場拍 所以也不能NG 就是真正的剪下去 所以希望到時候 就可以很順利 嗯 但也還蠻想改變一下 因為其實我自己本身的個性比較 因為頭髮我自己也不太會整理啦 就想說那短頭髮也好 換一個感覺這樣 我這次飾演的角色是一個 比較酷一點 比較有個性的一個男生 然後 她就是剛剛 她形容的這個三角關係 其實就是 我對她也是有好感 只是沒有把焦點跟重心放在感情上面 然後比較執著於 專心於自己想要的一個未來的一個生活 可能想要重居 然後最後可能去交換學生之類的 然後是比較 呃 酷但是應該不是一個悶的一個角色 對 然後很開心能夠有這個 就是重新體驗這個當兵的生活 這個機會希望也能夠把這個戲 能夠演好 謝謝 問過其實 爸爸有過第一載 那有問過她說 要演這部戲比較好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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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啊 對 就 憑自己的感覺吧 哈哈哈 對 那剛剛大人有說 因為這部戲裡面要 算是有點慘 但有過戲裡面的問題 但有 有過 那我們想說 怎麼反正會導致 或別人 我覺得我應該開始要 打電話那個電房一下 我那個有生過孩子的朋友 就是問她一下媽媽的感覺 然後因為其實前一陣子 我跟我媽媽之間有一些些誤會 所以我覺得就是 就是那種母女之間的感覺 其實還是 還是能夠揣摩啦 只是我比較怕就是現場正式來的時候 就是由於壓力太大 然後就導致就整個感覺就沒辦法 因為我之前有拍過MV也是這樣 就是要哭 然後試的時候就很OK 然後正式來就一直哭不出來 然後到後來就算了 放棄這樣 對 那你問因為你現在還在 然後 對啊我現在還在海軍陸戰隊裡面 那是特定就是叫我嗎 對啊就是 公正公平合法的把我叫出來 對 沒有任何就是 對啊 上邊然後對來你覺得 會撤破嗎 應該 所以 我看劇本有些什麼500障礙啊 還有 應該我才剛體驗完而已 所以應該還蠻適應 應該可以適應 體能還OK 還OK 對啊 因為 就是 裡面是一定要會有一點小小的 三小的面子 的話 那大概會有什麼 發展 怎麼樣的發展 怎麼樣發展 你說私底下會有怎麼樣發展 哈哈哈哈 是裡面是不是 因為其實我們算是演就是 清純校園戲 就是在校園裡面發生了戀情 所以 一切都是那種 淡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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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上他又那麼苦 那我也不可能真的就是 對他怎麼樣 對啊 超期待的 因為要五點多就起床 然後八九點就睡覺 我超害怕 我不是期待 我超害怕 我覺得我之後一定會變得非常健康 就撞得像頭牛之類的 嗯 謝謝